修心是修行的根本 发心是修行的起点 新的境界提高了 发的心愿也就更大 又可以提高修行的质量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举个特殊例子 如果一个人因为机缘巧合 做了大功德 救了一传人的命 他的福报会很大 师父还说 但因为没有修心 脾气暴躁 为人贪婪 所以他还是不能上天界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就在2月16日的早上 接到远在中国的弟弟打来的电话 说外甥出车祸了 而且情况危急 手术结束后 外甥依然昏迷不醒 我听到消息 立马回了家中 在佛堂前上好香 祈求菩萨慈悲救度外甥 并许愿一万条鱼 49张小房子 我一直鼓励妹妹两夫妻 一定要相信 叫我妹妹许愿吃素 康复后念经 因为他们不懂佛法 我知道孩子的父母愿力 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我妹妹答应了 外甥进医院的第二天 又出现棘手的问题 因为当时撞击得激烈 外甥的肠子全部甩成一团 要梳理进去 医院马上接连 为外甥做了两个手术 手术时 我在佛台前为他 助念了49遍大悲咒 同时意大利的师兄 结缘帮忙 画了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下去 结果手术很成功 在第二天到第三天期间 我放完了 一万三千多条鱼 并努力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帮他七张一画 每画一次小房子 他的情况就好转一点 我一直坚信观世音菩萨会救他的 而且我有种感觉 有种预感 我预感外甥下个星期三左右会醒过来 我告诉了妹妹 我说 外甥在下个星期三左右会醒过来 因为是我经文组合小房子 在星期三念完 果然真不出我所料 早上五点左右 妹妹来消息说 外甥已经醒过来了 能感觉妹妹非常开心 妹妹说 惊喜来得太快了 星期一就醒来了 我微笑着 我跟妹妹说 这都是菩萨的保佑 妹妹告诉我 她一直在为孩子吃素 这也是她的愿力 因为她有了这个愿力 菩萨才救了她的孩子 我说 你做得很好 外甥现在人已经醒过来了 还能正常吃点东西了 还可以下床走路了 情况越来越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年我66周岁了 还冲太岁 2022年12月初 我梦到 自己在梦里说 我先生死定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过了不久 先生生病了 我马上许愿 帮先生的药经者 烧送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先烧送了7张 准备21张 一波一波的烧送 当烧送了28张时 先生就好了 也不发烧了 经文组合小房子 真的是太灵验了 但是由于我没有按照 师傅开示 给自己的药经者 烧送足够的 经文组合小房子 所以我备业了 2022年12月下旬 我也开始生病 浑身无力 只要一动 就气喘吁吁 低烧不退 五天没吃东西 我还梦到 许多蚊子蹬小昆虫 感觉不太妙了 2022年12月31日 去医院前 早上起来 我先去我家附近的大河 放了3900条鱼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渡过难关 放完生 我去市人民医院 做了检查 确诊为肺炎 肺上大部分被感染了 化验单显示 蛋白只有25 我以前就患有多年的 肺部基础病 现在又染上肺炎 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 心里很怕 我默默地祈求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快来救救我 救救我呀 我要活下去 我躺在病床上吸氧 挂掉瓶 做种种药物治疗时 我就在床上默默念经 每天念108遍大悲咒 108遍消灾几项神咒 108遍往生咒 108遍欺佛灭罪真言 49遍心经 我于2023年1月13日 我于2023年1月13日顺利出院了 现在我早已完全康复了 和正常人一样 每天精进学习佛法 拟经 听师父开示 建行五大法宝 法喜充满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0年3月初 我有幸得益心灵法门 并正式开始修行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我运用心灵法门的五大法宝 超度了打胎的孩子 及过世的亲人 身体上不舒服的症状 几乎都好了 家庭越来越和睦了 先生也开始念经了 多年不信佛的姐姐 也许愿吃素 也开始念经了 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我们的大家庭越来越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 把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观世音菩萨变洒甘露 我感觉现在无比的幸福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学佛后没多久 初二数学期末考试那天 考试前同学在玩耍 有一位男生 从左边第一排 向我这里飞来一瓶 没开过的可乐 我当时在最右边的最后一排 当时觉得眼睛剧痛 一直流眼泪 但是为了马上要开始的数学考试 考试的时候也很冷静 等到最后考完了 再去医护室 当时眼圈已经发紫了 用冰敷了很久后再去的医院 医生说离眼睛非常近 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之后眼圈附近都瘀青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好 并且那次的数学考试 成绩还算是比较理想 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 如果不是因为菩萨的加持保佑 可能已经瞎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 上 一 末法时期邪剑邪法有何特征 三 好胜心 称恨心 嫉妒心 争斗心较强 心形不正 称恨心是造下地狱道的种子 选自2013年7月14日 悬疑问答 贪是那个畜生道的主因 那个称是地狱道的主因 这个 这话有道理的 但是不是完全就是 是这样的 畜生都是很会贪的 因为你贪到后来 你就会做畜生事 称就是恨 恨的人 就是恨心很重的人 就是没有慈悲心 恨心很重的人 会把自己身体恨坏 会把自己的境界恨坏 会把自己的灵魂恨坏 那这样的话 恨过仇了 你要报复人家 你不管报复不报复 在你的心中已经充满的仇恨的种子了 这样的话 你就是到地狱的经了 因为你要知道恨人家的之后 你做出的事情 比方把人杀了 害死人家了 你不是下地狱吗 对对对 你不就是造成了一个地狱的种子吗 他还没说你发芽呢 发芽你肯定到地狱里了 你已经恨了之后 你就会做出很恶的事情 其实贪的话 还不会贪到地狱里去啊 还在三恶道里面呢 但是这个地狱道 那是最三恶道里面最下的一个道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 所以恨有时候比贪还要厉害啊 所以恨人是最不好的啊 你贪就贪了 贪了人家大不了 说你小气 这个人没有修养 对不对啊 哎呦这个人自私自利 那就算了 那你恨的话 你知道恨到 恨到心里的话 那你知道你会做出很多报复行为 或者你在心中 在八十天中会 把你的一种原始本性 一种纯洁的心 全部会抹黑的 那你说的话 你连出生道都投不了了 你最后直接就下去了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功德和境界是考核的硬性指标 缺一不可 因此 佛法在围绕这两个方面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如何提升这两项指标 给予了大量的讲解 对形形色色的障碍 误区 羁绊 和如何克服心魔等 做了详尽的解释 并具体指导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